那你们比如说和其他哥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是你们怎么去选择 用什么样的话题和大家快速的拉近距离呢 大家都在那个宿舍区域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不是有一个投篮机吗 所以几个哥哥会比比投篮机 输的那个还得做复合撑 杨瓦琪做什么的 有惩罚的 那还挺好玩的 你们也是真不累 真不累 我们就比较相对斯文一些 因为本身我其实有色恐 但是你就是出见面的时候 看你想专门在那个门口 就是挨个跟大家又等着打招呼 因为是我看第一季第二季 所有人进来 大家要去打招呼 好像是有礼貌这件事情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 那我进来跟每个人都要先 你好你好握一下手 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算是结束 完成一个仪式感 对对对仪式 就是那个仪式就一定要跟人家握手嘛 就是不管是什么 而且也要鞠躬的那种握手 然后你心里就会踏实一些 踏实 李树先到位了 然后后面妈妈在 对要不然的话这个人 我比如说我如果不认识他 我跟你说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胡斌 说过一次了吧 等会过一会他就转回来 你好你还说你刚刚跟我说过了 那不很尴尬吗 哎呦 你这种毛病真的绝对是真的是岁数到了的毛病 你还说不自己不老啊 你这无形的就告达了 六十 你这六十 我倒不设恐你看到了吗 我看你是你属于主动出击型的 其实我很愿意走进他们的宿舍啊 或者见到那个哥哥 特别想主动去聊天 他们老说哥哥您早点休息 我正想要跟你多聊聊天 来一个哥哥您早睡觉 哎呀简直了 就是我跟那个长辈请安说 哎呀晚上您歇息 您辛苦了 对对对对 其实每一季出见面都会特别有趣 大家都会想着说 看大家第一次碰头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有怎样的那种反应 因为在剧组里面 我们仿佛感觉自己是射牛 结果一走走到这个地方 就发现自己变成射恐 为啥呢 其实就那个时候又突然见到有30个哥哥 全是前辈 又是大前辈 又是大帅哥 又是大偶像的这些人的时候 你突然一下就感觉 不知如何说起 然后只能说老师好老师好 再想说下一句的时候就很难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又开始给冠哥递那个挑战卡嘛 九折 包括远哥 他们一上来就直接就互相趴下了 然后我是感觉我自己 就是有一种鉴于贵和不贵之间的那种 就不知道是要下去还是不下去 然后通过这一下以后 我就觉得我怎么感觉好难融入到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就试图想要去跟身边的人 看看有没有也是有点射恐的人 然后走着走着走着突然就碰到的 然后一看 这个因为也是他年龄比较小一点 看起来像是弟弟们 既然是这样 可能我就可能能跟他判断一下 结果聊了半天发现 其实他也听不太懂这个中文 上去拿中文跟人聊半天 对啊 你上去拿中文跟人聊半天 真的吗 其实他有积极的回应我 嗯 是是 然后我觉得那就继续聊下去了 我说其他那几个哥哥你都熟悉吗 然后他可能觉得实在是有点 就是不好意思了 然后 excuse me 我一听完了 白聊什么半天 聊这么半天 结果 你这太逗了 你这拿中文上去跟人盘盗 那我们继续来穿梭这个时空的游戏啊 想问一下各位在青年时代的时候 那个守护度会流行怎样的社交方式 那现在可能年轻的可能会想着说 剧本杀什么团结 那时候肯定没有 那时候 我家住在杭州嘛 然后我家住在流浪门营公园 然后里边有个汉兵场 那就是大家就是会 就是放学有空的时候 就去流浪门营公园划汉兵 然后大家彼此之间就是划汉兵的时候 就认识更多的好朋友这样子 那汉兵就划的时候 就是有些人划久了 他就很就很溜 你知道一会儿八字啊 穿梭是吧 穿梭是吧 倒溜然后侧溜 对 还有一群人就排着队 开火车 对开火车 是的那种 是 我们觉得汉兵是我们经常会划的 对 还有 还有小的时候去石沙海 就真正到石沙海的那个湖 我游泳就在那儿学会的 然后也在那儿结交了很多的那种 不认识这小伙伴一起游泳 是 但那里冬天不是可以划 可以划冰 就拿冰车 对 现在还可以 现在还可以的 现在登了车 冬天的时候是一个打卡地 是的 对 那你们呢 我们也有过 赶上的是最后的末期的时候 就类似于华汉兵的这个 华汉兵有过 汉兵场的最后几年 对 后来就突然一下就没有了 就这个 就就就换了一种形式 我们其实最多的是好像打CS 你看这个时代瞬间出来 一下到了那边了 对 CS一下到了电脑时代 我们那个年代只打乒乓球